北京时间1月10日 胡仁以119比127不敌辉雄 这场比赛后 辉雄拿下9连胜成为联盟最长连胜的球队 胡仁的4连胜遭到终结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上半场打完辉雄领先13分 第三节辉雄打出42比31的高潮 拉开到24分 莫杰詹姆斯只打了4分钟 就明镜收兵了 胡仁的第三阵容登场一路缩小分差 詹姆斯-30被喷 勒布朗是真的凄凉啊 首节12分 半场23分 三节32分 可分差却越拉越大 第三节胡仁一度落后 辉雄29分 沃格尔上半场 就是不肯用霍华德去保护篮板 辉雄上半场篮板足足赢了13个 而且胡仁防守 也是一盘散杀辉雄的3分刷刷进 莫杰早早进入垃圾时间 詹姆斯只打了33分钟 19中14 3分4中3拿下35分9篮板7助攻 命中率73.7% 3分命中率75% 这场比赛还是詹姆斯的助攻 升至历史第七的记录之夜 詹姆斯超越大欧 成为助攻榜第七的球员 在他前面是魔术师的 10141次助攻 但这样的夜晚也只能吞下里程碑了 除了超越大欧外 詹姆斯连续11场比赛拿下25 也刷新最年长连续25 记录 11场比赛里拿下10场30 也是勒布朗08年后首次 谁能想到詹姆斯下场时落后20 他下场后李福斯、艾林顿、贝兹莫尔、阿里扎带队追分一度缩小到7分 老詹正负直负30扎新 老詹这场比赛除了有35、9、7的数据外 他还面对小贾伦·杰克逊完成了一个格扣 力证37岁的勒布朗布朗 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本场连续冲击篮下 但却只得到了4个罚球 如此努力的勒布朗 还是因为负30落下画柄 金牌张黑斯利普贝利斯在赛后写道 胡人队即将完成NBA历史上最伟大的付出 但勒布朗坐在板凳席 其实 胡人第三阵容各种追分跟灰熊心态放松 第三阵容防守太四有关 艾林顿这边7中6 李福斯8中6成为追分功臣 不管怎么说还是输了 勒布朗吞下了里程碑的夜晚 闻眼小白